今天邀請了Circle和Kenny來分享 還有他們的兒子子園 有看我的Facebook分享 我們也是在社工關媽的項目認識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他們來分享 他們就...Hello 子園 他們最初在主流幼稚園讀書 然後Circle就決定了 Circle自己是教幼稚園十年 他都隨著兒子學校之後 都做非主流的一些教育的工作 我現在一開始想跟大家分享一段 Harry Potter的片段 謝謝你 好,分享完了 那為什麼我會想分享這個片段呢? 最近和兒子都在創作《Harry Potter》的電影系列 他現在十歲半我覺得都適合可以看這類電影 之前都一直沒有給他看這類比較驚嚇性高一點 還有多黑暗的畫面的電影都沒有給他看 最近十歲之後就有看《Marvel》和《Harry Potter》 剛才那段影片我很喜歡《Harry Potter》裡面的一個情節 就是《吹狂魔》《Dementor》 如果你熟悉 也喜歡看《Harry Potter》就會知道《吹狂魔》的出現 就會令到很黑暗 很寒冷 很冷 全部都結冰 然後是覺得不開心 電影是這樣說 剛剛《Harry Potter》和他的表哥被《吹狂魔》去攻擊的時候 其實他說的那句咒語 Expecto Patronum 其實那個方法就是 他的腦子裡面要想一些快樂的回憶 就會有光去趕走《吹狂魔》 我很喜歡這個情節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正在發生很多黑暗的事 遠的就是打仗 接近的就是我們香港疫情的情況 提早放暑假 可能有些家庭更加辛苦的是失業 經濟出現困難 有很多 就是在家裡 就是在家裡 怎樣跟小孩這麼長的時間相處 不能上學 就好像我們的家庭一樣 再加上社工爸爸 患了一個很嚴重的人性 其實我們的人生裡面 無論是社會 全世界 或者是個人的家庭 大家都會有一些困難去面對著 一些黑暗去面對著 就好像《吹狂魔》來吸走我們的快樂 吸走我們的心靈裡面的能量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是 今天一開始去分享更加多 我們平時在家裡怎樣跟小孩玩 做什麼活動 之前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我們自己家長的心態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在很多黑暗的裡面 仍然是用過快樂的 所有的快樂的回憶 我們去製造快樂 快樂的回憶是過去記得的 而這一刻 我們怎樣去 可以自己跟小孩一起去創造 跟我們家人一起去創造更加多快樂的回憶 去好像抵抗《吹狂魔》那樣 去抵抗這些這麼黑暗的事 或者我們去發生的事 我們怎樣去抵抗呢 就是靠我們跟小孩和家人一起去創造快樂的回憶 甚至乎今天的Zoom 我們走在一起為樂 麻煩家長幫忙靜音 如果你進來就麻煩你幫忙靜音 謝謝 其實我們一起在Zoom 雖然在網上見不到真人 但是我們走在一起 其實也是可以一起創造一些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互相打氣 互相幫助的快樂的回憶 所以今天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想去有一個這樣的分享 邀請了Kenny和Circle 一開始一個小小的開場吧 我現在會分享一下我和兒子平時會做些什麼 之後時間交給Kenny和Circle 如果你們有東西想分享也很歡迎 因為我也知道有些家長 就算你不是在家學校 好像我們這樣 可能你在家裡也有很多經驗和點子 可以和我們分享 如何去和小朋友一起玩 那我一開始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現在正在用電視機 去Zoom 因為我覺得雙眼會比較舒服 那所以呢 如果你小朋友上網課 上外面的網課 或者在學校開始Zoom 那其實總之用到電腦的時候 我也覺得可以避免用手機iPad和電腦這些 就是用電視機的畫面大一點 雙眼我會覺得舒服一點 那是的 一開始少少我現在的分享 所以我不是看著鏡頭的 那是的 那我現在就分享一下 我在家裡會做些什麼 那如果一直有家長想分享 很歡迎你們分享 Yam也有 也是在用電視 非常好 那有家長想分享 你的點子可以分享 你的經驗 又或者有什麼想問多一點 都可以在聊天室 或者開麥克風問都可以 好了 那我先分享我的一些 那其實呢 如果 大家想詳細知道 其實我社工媽媽Facebook page 有一本相簿 那相簿是自家教學的 即是home school的相簿 那你們就可以去看我一些活動 那我現在先分享一下 我兒子小一點的時候 7歲之前和7歲之後 做分水嶺去分享 那我會很快地分享 真的很簡單 全部東西是所有家庭都做到的 就是不一定要像Circle那樣 是幼稚園教師 或者像我是社工 那樣才做到 其實這些活動 只要你們小朋友是有興趣 又只要你願意花心思 花時間陪他們玩 其實基本上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不是什麼很複雜 或者要很所謂很專業 才可以做到 那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玩麵粉 就是找些過期麵粉 或者買些很便宜的麵粉 就開了一包兩包 在一個家的角落那裡去玩 那等一下會有一些照片 一次過給大家看 那小朋友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就是可能當他是落雪 或者當他是去弄一些爐出來 或者當是沙 就是他喜歡放一些玩具 去玩又可以怎樣都可以 那我兒子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玩其實是沒有吸塵機的 那時候我們 所以我清潔的時候都很辛苦 就是掃完之後 用垃圾鏟掃完之後 然後再用濕布慢慢擦 那後來買了吸塵機 那就更方便了 那有砌LEGO 就是一些玩具類型的東西 高達 就是我兒子喜歡玩的東西 高達 有一期玩爆船佛羅 那煮東西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活動 還有是可以訓練自理能力 以及各方面的學習能力 那我兒子從兩歲半開始就切東西 切一些簡單的東西 譬如香蕉 之後就慢慢就 就開始切一些硬一點的東西 譬如青瓜 那這樣 那拆麵糰也是很適合比較小的小朋友 那再大一個就慢慢 煮的東西複雜一些 炒飯 炒蛋 那近期 就是這一兩年開始 他大過 他想煮些什麼 他就會 看Youtube去學 譬如煎牛扒 炸薯條 最近 他都是去Youtube那裡學 因為我自己煮東西比較弱 那如果我不會煮那些 那兒子自己上Youtube那裡 我跟他一起去學一下 那 刺紙筒 包裝紙巾 都可以砌一大輪的 譬如包裝紙巾 會砌一個機械人形出來 在地上 刺紙筒 可以畫公仔 可以搭高 就是想怎樣玩就怎樣玩 那你我兒子都會在家中 都會喜歡玩樂窗 在家裡 那如果家裡小 那我們就會設定一些target 用刺紙筒 或者一些玩具公仔 設定一些target 去一起射 那 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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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一些 在華德福那裡學回來的 那就用一些 我就在淘寶訂了一堆的 片式的故事簿 給他去建屋 那等一下我會有些片 還有一些照片 給大家看多一點 那講故事 講故事 我們多數集中在晚上講的 看書 現在疫情 我們就轉了買書 都沒辦法 因為我其實 如果不是疫情的時候 都是在圖書館那裡借的 或者跟朋友交換看的 但是 因為現在疫情 那就都沒辦法了 要避免感染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就 不是太害怕感染的 不是太感心 只不過是因為 社工爸爸 他有癌症的情況 那他就 如果感染到 可能會很嚴重 所以我們 才變成要 這麼注意 其實我們之前 就沒有現在 這麼小心得這麼厲害的 那戶外活動 我也照顧 跟兒子 他踩單車的 戴口罩 散步 在康文署 一些球場 封了 我們都會去一些 很少人的地方 去打球 那我們住新界 就會好些 可能住市區的家長 這方面 就會煩惱些 因為始終 市區的地方 沒那麼多 那我都 疫情很嚴重 就像現在一樣 都會留在家裡打球 就是 打什麼 就是打冰雲球 坐在地下打 那 就算你的廳很小 也是可以打到的 又或者是 滴滴仔 一人一個球盃 我和我兒子 一人一個球盃 那就 滴個冰雲球 看看鬥大家 每一回合可以滴到幾下 那很小的地方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一些藝術活動 畫畫 用什麼顏色 看看小朋友 就喜歡用什麼顏色筆 水彩 蠟筆 毛顏色 那我兒子小一點 就喜歡用水彩的 唱歌 和他一起 唱詩歌 或者唱兒歌 玩蜜蜜 泥膠 就比較多毒素 那所以我們 他小過7歲之前 都沒什麼玩泥膠 就玩蜜蜜為主 那 然後 如果 家附近有這些東西 就好些 就是在疫情 我講的 去沙灘 去森林 玩溪水 玩樹葉 玩樹葉 玩石頭 我兒子小一點的時候 他玩一堆石頭 和遊樂場的小朋友 或者自己一個 和我們 玩一些枯葉 玩一些石頭 都可以玩一個幾兩個小時 那如果他 譬如大埔蟲子園 玩溪間 就簡直可以玩到幾個小時 所以 疫情那裡 就大家自己衡量了 這方面 但我就會覺得 始終 幼兒的小朋友 學習的發展 也太重要 就是 都要想想辦法 看看可不可以 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 去進行這些活動 那如果你有車 那就好 我們就沒有車 如果有車 就簡直有很多東西 可以選擇 我就會覺得 因為始終都有很多 郊外的地方 是比較少人 那如果疫情之前 就會有些特別體驗活動 我會安排給兒子 去小一點的 那 全香港的博物館 都去雲寨的了 或者有時候 上下山頂 諸如此類 這些比較遠一點的活動 那參加團體活動 都是我們 在Home School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做的 就小一點 有時候參加 Pay Group 或得福教育的Pay Group 參加一個 那時候叫森林幼稚園 那時候叫 現在就叫 Hong Kong Forest Adventure 跟Uncle Danny 一個外國人叔叔 去上山玩 那參加團體活動 或者一些踢足球 流冰班 一些STAM的課外活動 那我們都是恆常參加這些 那最近就Zoom 即是沒有實體 就會參加一些中心 家附近開的社區中心 青少林服務中心 就參加了一個自信心小組 接下來又會參加一些中文班 接著 也都有繼續參加 Amazing Talker的英文課堂 那實體和不是實體的時候 我們都總會參加一些小組活動 無論是科學術 或者是一些興趣 那也都會約朋友 那現在限兩個家庭 那我也會覺得 如果大家不是太擔心的話 其實都真的 可能一個星期都一次 就是約一下家長朋友 兩個家庭這樣 一兩個 兩三個小朋友這樣一起玩 我覺得都需要的 不過就交給大家自己的行為 那七歲之後 尤其是近期 近期就 完成了阿天天一個的願望清單 它有一個願望清單就是 做一個氣球肉 那就是 那待會我會給大家看一些片 那這個我先保持著 參加一些測試的課程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自學的課程 參加小組 剛才有說 繼續有參加小組 學魔術 他自己上Youtube學魔術 或者買了一些魔術的道具 去自己去練 那這些都是很視乎 你們小朋友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就是這些 只不過是一些我們自己個人的分享 如果你小朋友 可能對魔術沒有興趣 可能是其他 可能是跆拳道 那他就可以在家裡自己跟Youtube練 或者在一些網上的興趣班 在Zoom和朋友見面 都可以安排一下 我會覺得 我也有的 偶爾也會安排他跟朋友 在Zoom那裡聊聊天 或者出一下IQ題 就是他們 看看他們幾個朋友 在Zoom上想做些什麼 有一次他們說 想玩羅人殺 那我就特意研究了羅人殺 那個程序 然後就跟他們一起玩羅人殺 那另外 我兒子又喜歡拍Stop Motion 大過了之後 那待會也會給大家一些片 看看什麼Stop Motion 還有他也有一點想做Youtuber 所以也 偶爾也會拍一些片 叫我幫忙上網 最近這幾天他就喜歡玩水彈 氣球進了水彈 在浴缸上擲 還有我們也有試試擲其他地方 不過就不透露給大家聽 我們擲什麼地方 那另外也有做一些編織活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今天都未必 我都未必記得了 因為兒子也這麼大 都有很多不記得 那我最深刻的那些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片 那剛才就只是聽我說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一些片 譬如那個氣球那裡 給大家看一下它怎麼氣球化 氣球融 就是這個 好了 那這些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這些 如果你沒有見過 我HIGHLY VETERMAN買 在淘寶買這些 那就是一條條綠色這些骨 有一些球 串在一起 給小朋友發揮創意 而且是很花時間的 那如果你想幫小朋友消時間 其實這個工具是真的不錯的 但是呢 如果你小朋友較為小 就是他帶小肌肉 力度那裡還未發展得很好 那你就預計了你要幫忙一起去砌這些 那我兒子呢 試過用這些骨 去建過很多不同款的屋 建完之後就會鋪一些布 鋪一些很輕的布 都是淘寶的 那就會變成一些不同形狀的屋 那有時候我就想 他這麼喜歡建屋 不知道大哥會不會做工程師呢 那他就 大家可以聽 我看不到你啊 好了 那剛剛那個就是他的願望清單 他自己說 我就幫他實現了 就是最近幾天 就是買了都差不多200個氣球 那剛才你看到那個堆 就有100個左右 大概100個左右 那其實都幾煩的 說真的 就是因為我要跟他一起建 要幫他拆那個東西 然後又要跟他協助他 因為他一個人泵了100個氣球 都辛苦的 那他就會 就是問我可不可以幫他一起泵 一起綁 就是大家分工合作這樣 那所以呢 有時候他想做的事情 可能都會花我們家長的時間 就是又或者你都不是很有興趣做的事情 不過為了小朋友都會 就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童年過得很快 就是他有一盞眼睛 都十歲半 很快到十二歲左右 都不用為什麼我陪的了 我猜到 那所以我其實剩下一年半左右 去陪他而已 那過去過了這麼多年 我都是覺得是 有很多事情他叫我陪他 我都不是很想的 說真的 就是我都覺得悶的會 那還有都辛苦的 有時候 很眼睡 或者很累的時候 還陪他做一些我興趣不大的事情 那 不過我就 每一次我都會鼓勵自己 因為兒子會長得很快 現在都十歲半了 就快生日了 他都十一歲 那所以我就 我看回頭 我沒有遺憾 因為我真的陪得他很足 在這麼多年 那所以 現在在疫情裡面的家長 尤其是你不是好像我這樣 獨生仔 只有一個 可能你兩個 三個 甚至四個 就是其實是辛苦的 在那個過程裡面 但是我覺得那個 好像出狂魔一開始 我給大家看 其實那個心態是很重要的 你用快樂 你用一個角度 是我建立著一個很快樂的回憶 是之後追不回來的 是跟我小朋友在一起 那疫情是發生了 學是暫時沒得回來的 是 事實是這樣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變成一個快樂的回憶 而不是當我們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可能兒子十幾歲 或者是二十幾歲 甚至乎三十幾歲 你看回頭的時候 那個疫情是 充滿哀傷 充滿情緒 充滿發脾氣和憤怒 還是過了之後 你和你的子女長大了之後 想起 那時候疫情雖然都不容易 不簡單的挑戰 不過 媽媽當時和你們一起過得很開心 又或者你的小朋友大了 都會感謝你 這段時間她過得很開心 因為她天天都可以和媽媽一起去玩 就是 我想就是那個 心態 就是累和不想是一定有 我想每一個家長都有這個時刻的了 差在多還是少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怎樣 這個焦點是擺在和小朋友一起 創建一個美好的回憶 是將來是想回的時候 大家這個共同回憶都是很甜 很開心 很快樂的回憶 而這個快樂回憶可以是 好像剛才Harry Potter 那個詩的那個魔法 就是 令到她變成一個光 在小朋友長大之後 可能她面對的疫情會 比起她的小朋友更加多的 就是更加多的困難 挑戰 相對更加不容易的時候 她怎樣用她童年建立的快樂回憶 成為那個光 可以趕走那些 人生裡面的吹狂魔 就是現實世界沒有 就是人生的吹狂魔 就是很多不如意 或者不開心的事情 令到心被蠶食 覺得不快樂 但是我們 爸爸媽媽 怎樣在 尤其是疫情這個時間 我們怎樣堅定 去相信 去為小朋友 為我們這個家庭 創造更加多快樂的回憶 而這個快樂回憶 將來在小朋友長大之後 面對疫情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光 就是Harry Potter 詩的魔咒 Expector Patronum 這句 就是這樣 令到小朋友有那個力量 去繼續面對她之後 這麼多年的人生 就是靠 其中一部分 就是靠在她的童年裡面 我們怎樣去跟小朋友 一起創造一個快樂的回憶 這件事我覺得 我自己做了社工這麼多年 做了媽媽都十年多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心態和這個想法 是凌駕於一切的教育技巧 凌駕於一切的所謂專業的手法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排第一重要 之後心態正確 之後再慢慢學其他 就是譬如跟她玩什麼 或者怎樣教她 是會最好的 一些方法和技巧 那些是之後的事 好 分享完她剛才玩氣球那裡 我分享一下她 玩花繩 她有一段時間很喜歡玩花繩 大約15分鐘就會走出來 我出門口告訴你 好 麻煩家長們幫忙靜音她 好 這個就是她應該六歲七歲左右 有一段時間她很喜歡玩花繩 她就上youtube那裡學 不同的花繩 那 不要覺得這些東西是無聊 我想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些 爸爸媽媽或者在這裡的朋友 你會在停課 提早放暑假這段時間 除了24小時對著小朋友 是覺得很吃力之外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她在家很無聊 沒有學習 沒有工作 在荒廢一些時間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壓力 是這樣的 我自己在學校裡面 我是有這種壓力的 她越大我是越有這種壓力 我經常都會反思 不停去思考 究竟她在做的事情 是否真的能夠幫助她 我對最後 我轉換了一個什麼總結呢? 其實 無論是讀主流 還是家庭 還是讀國際學校 直資 什麼都好 去外國讀書 什麼都好 其實 你永遠都可以有擔心 你永遠都可以有憂慮 你讀主流 又會怕她不夠探索 不夠自主 是不是? 又怕多功課 壓迫她 如果你在家庭 可能有怕她學習不夠 然後你讀國際學校 又怕她中文不好 我只是胡說 其實是每一個教育的環境 你給她的時候 如果你要憂慮 你永遠都可以憂慮 所以我在家庭的過程中 其中一個很大的操練和學習 就是 其實要放下憂慮 將能量擺放在不斷反思 以及不斷去研究更多 有什麼手法可以讓她學得更好 我說回這個花繩 其實花繩 她運用她的小指 她的小肌肉 大肌肉 大肌肉 大肌肉少一些 主要是小肌肉 還有她在思考 她在觀察影片 然後她模仿的過程 其實是在學很多東西 專注 耐性 解難 因為有些時候她可能做不到 某些步驟 她就要重複練習 是鍛鍊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還有如果以華德福教育講 七歲之前的小孩子 她運用雙手 越多 她的腦部網絡建立 是越好的 這個是我在華德福教育那裡學到 是對我很有幫助 不是一定坐著做功課 看書 或者是我們認知的一些學術性 計數 背英文 這些 才是學習 反而是七歲之前的小孩子 她運用雙手去做不同的事 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 因為建構大陸網絡 而大陸網絡是影響 整個人各方面的學習能力 所以她在花繩裡面 如果你用一般的眼光 你就會覺得 是傳統的中國人眼光 就會覺得 玩什麼玩 浪費了時間 對吧 這句話我們聽很多 很多人都 在成長裡面 但其實她玩花繩的過程 她是在練很多 很多的東西 好 除了花繩之外 也有一個地方 我差不多分享完了 Kenny和Zuko可以準備 分享多一個途徑 如果你想參考我在學校做什麼 這裡我其實放了很少 十年多 這麼久 不過可以看看 社工班外自家教手記 裡面有本相報 叫做 Homeschool在家教育 你可以搜尋 或者我可以放一條連結 裡面每一幅相片 我都有寫了一些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砌高達 砌一些兒童的科學教材圖 因為我兒子是兒童的科學粉絲 這個就是剛才說玩麵粉 就是我在家搬開所有東西 開了個角落位 讓她玩麵粉 她玩的過程 我就放了一個LEGO人在這裡 不過這張照片裡 這張照片拍不到 那個LEGO人 我當時跟她說是看奸 看奸 就會叫你的麵粉 不能超過看奸 你超過了看奸 就會叫你把麵粉撥回去 因為她小時候 那時候是用這些手法去告訴她 就不是說 那個規矩要不准超過哪條界 我就會用一些故事形式的手法 所以就放了一個LEGO人 在這個位置 就說是保安 然後就叫她的麵粉 不能超過保安 否則保安 就會提醒你 這樣 玩麵粉 看看玩得多開心 她最長的一次是玩了七個小時 好可怕 就是 七個小時就是在這裡玩這堆麵粉 這些木頭人 盆 車 就在這裡玩她的想像遊戲 所以 就是 都是一個很值得 雖然之後清潔到 我兒子在家玩麵粉 玩到這樣 麻煩幫忙 幫忙靜音 謝謝大家 幫忙靜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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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給她玩 就是玩麵粉 那她又會自己在這裡寫一下字 就是那些麵粉 鋪到 就是 會吹起嘛 就是 然後其中一個清潔的位置 就是這些桌面 電視櫃面 那我就看到她寫了 I love you mom and dad 那樣 就是她又會寫一下字 砌圖 有段時間她又很喜歡玩砌圖 那 跟著就 嗯 她正在用顯微鏡 這個是3D printer 爸爸在淘寶那裏 訂了3D printer 給她 她就弄了這輛單車 我覺得也挺漂亮 那時候是 8歲左右 我覺得也弄得挺漂亮 在這些過程中 裡面呢 都會發現到小朋友 不同的小朋友都有很多不同的潛質 這個就是她在玩一個解碼的遊戲 在兒童的科學裡面 學了一些火柴人的密碼 接著叫我解回 就是寫著 I love you mom 就是那個解碼 那個密碼 那又會 跟她做一些家居的維修 或者清潔 這裡她在幫我手 噴 就是裡面有一些天然的清潔劑 噴那個冷氣 就是幫我洗一洗冷氣 用牙刷 慢慢拆 這些都是一些很可以消時間 但是也是 又幫到家 又可以給小朋友很多學習能力的鍛鍊 就是 可能有些家長不知道會說 我都沒有打算去大過做冷氣技工 用不著學這些東西呢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 一來是家庭的生活治理的常識 二來其實做這些東西 運用她雙手去做的時候 其實她的學習能力也是在鍛鍊 已經 就是大腦網絡也是在建構 所以 所以 就不可以說太過 只是覺得學術上面的東西 才是學到 我們有時候 她會提議玩網盤雞 在家裡 家裡很小 但是呢 她也玩得很高 很高 我們就用棉的口罩 就是可以再用那些口罩 就用來蒙眼地 輪著去玩網盤雞 在家裡 炸果汁 這個 那麼 兒童的科學教材套 都很幫助我們在家庭裡面 去有些活動的 因為她一本東西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手工 我最近幾天都跟她一起做一個手工的 就是兒童的科學裡面 那麼 這些都是一些 對了 有一段時間她又喜歡接飛錶 那桌遊一定要講 待會Kendy可以多說一些 因為Kendy是 十年的 玩具品牌的職員 那等一下她再介紹多一點 那麼 我和兒童六歲之後 她是很喜歡玩桌遊的 可以玩大富翁 玩六、七個小時的一天 除了吃飯時間 我就全日坐在桌上 跟她玩大富翁 那麼她玩大富翁那段時間 就學了很多數學上面的概念 那麼 加減數越來越厲害 是自自然然的 我沒有特別教她計算的 其實 那麼這個桌遊就是中文的砌字 啊 這個桌遊很好玩的 西牛 就是我介紹給大家 順便 就是可以問一下Kendy她們有沒有買 我和兒童很喜歡玩這個 那麼 那麼 然後有一些畫畫的活動 嗯 是的 不同的桌遊 跟著用薯仔 吸那些圖形 自己用那些 那些刁割刀刁割了 有段時間她也很喜歡捉獎棋的 那麼我自己就不喜歡捉獎棋 我是不懂捉獎棋 還有是不喜歡捉獎棋的 那不過我都為了她 我後來學會了 那麼 由於我沒有興趣 還有也不擅長捉獎棋 所以很多時候都輸給我兒子的 那麼她都沒有什麼人的 都是要叫爸爸 等爸爸下班和她玩 然後試試倡用上班 那麼 對了 好 最後分享多一點YouTube的片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 我兒子是喜歡拍YouTube 大了之後 即是近一年 還有 她會喜歡玩一些東西 就是 先下載一下 給我一點時間 很慢 這部電腦 好 那譬如這個就是 問朋友借LEGO Mario 砌了一大輪 要買就很多錢了 我很感激有個家長朋友 肯借給我們 那麼這裡她就織布活動 或者福老師借了一個織布的工具給她 那麼她就用Line 就織布了一塊布 另外就是 這個是 這個叫做 Lego Puzzle Box 這個 就是她也是在YouTube那裡 跟著的步驟 砌了這個Lego Puzzle Box 出來 是可以 逐步逐步解釋出來的 就是好像開鎖一樣 都很有趣 那麼 跟著 之前 疫情不是太嚴重的時候 去跟一個叫Uncle Jew 的外國人叔叔 就做木工 那麼 拍了一些片 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回社工巴媽YouTube頻道那裡 找回一些片去提 相關的片 那麼 對了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看看有沒有 家長分享 還有 昨天剛剛我出了的post 就是天天DIY 橡筋槍 用一些紙 用一些A4紙 然後 用一些A4紙 還有用橡筋 剪刀 膠紙 這樣就可以做到的了 我看回聊天室那裡 是 是不是用橡筋做 什麼 是不是用橡筋做 錯了 不要緊 是的 家長必須放下內心的恐懼和頭蛇 兒童的科學 大約 認識他幾歲小朋友 我兒子就是大概六歲幾開始看的 那個小朋友不同的 我想 很主要要看一下他有沒有興趣 如果他有興趣 其實六歲幾 就是裡面的字都多的 都密密密密密密密的 很多都 只要他有興趣他就會想去看 那麼 我之前都有分享過的 我從來沒有教過我兒子看字的 我也沒有叛讀的 有很多家長都會叛讀 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是用華德福教育的一套方法 是六歲之前沒有什麼給他看書 也都沒有叛讀的 除非他叫我 他問我可不可以告訴他 我也會的 但是他很少這樣 就是他很少有這樣的要求 就是可能 十幾次 就是從小到大 叫我講一本書給他聽 十幾次左右 還有 偶爾會問問我某個字怎麼讀 都是很間不中的 十幾次左右 其實 我真的沒有 刻意教的下 他慢慢會看完整本書 其實都很特別的 那麼 那個特別之處就是 蝕谷教育所說的 小朋友是天生有好奇心 他是天生想去學習的 只要我們不破壞 不給壓力 以至他沒有了學習動機 他就會很願意 亦都是很自動地去學習 那麼 我兒子懂得看完整本書 整個過程 我沒有參與過什麼 那麼 他就懂得看 這是一個都是 很真實的經歷 就是蝕谷教育 是說得很對 這方面 小朋友天生有好奇心 是想學習 只要我們不摧毀他的學習動機 其實他們就一定學到東西 尤其是現在上網的世界 基本上他一搜尋 就是他偶爾隔天 他就告訴我他學了什麼 在上網 因為他每天有三個小時 電子產品時間 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現在十歲多 我是給他每天有三個小時 他喜歡打遊戲 也可以 上YouTube也可以 研究魔術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那麼他就會偶爾 就會跟我說一些 我也不懂的事情 始終我們這一代 現在是電子世界的年代 他們要學東西真的太容易了 就是他上網就可以學到 但是誰可以 如果真的有分成功的人生還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是要保持他們的學習動機 要保持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 他想學東西 他想知道新的知識 他想知道更多他從來都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如果有這個心態 基本上我們不用太擔心 小朋友將來怎麼辦 因為他這麼想學東西 其實他一直成長下去就會OK 就是如果你要用成不成功這個定義 就是很多人一般的定義 那他會是成功 就是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了 那麼我看到聊天室也沒有人有問題了 那麼我現在把這個時間交給Circle和Kenny 好 OK Hello Hello 看看大家聽聽到先 聽得清楚 不過呢 畫面呢 OK 畫面很厲害 畫面很窄是不是 是啊是啊 但是聲音就順的 畫面就卡得很厲害 現在聲音都沒有賣 聲音都沒有賣 應該是個網絡 應該是 是啊 因為他們住村 他們住村屋可能收得差些 我怪不得知道那個Walter那樣東西 那個畫面卡 是 畫面卡 激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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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水聲 是啊 是啊 你們會不會用回數據會好些 OK 阿子元今天都會有東西跟我們分享 現在好嗎 嗯 聲音是暫時 剛才那句 其實我們要用電話收的 潛水聲 畫面是 畫面是完全 完全停了 現在 但是聲音就打開OK 或者你可以照說 可以照說 或者 好啊 好啊 還有Circle是否用不到那個Wi-Fi Walter 嗯 其實我們的位置收得差 應該OK的 平時我也是這樣 樣子上網 過的 我就看 我就看你們是停卡得很厲害 對 我想問一下其他人 我想問一下其他人 呃 是不是都是好像我看到他們那樣卡的 應該都是一樣的 對 是啊 那個網絡那樣東西 那個電腦可以近一點的Walter 現在好一點了 好 現在好一點了 是蒙一點 是 坐下 對 這樣就OK 是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幾個問題 真的 先調整一下 現在好很多 不過不是最好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Candy 那我兒子子元 還有 我叫陳子元 還有Circle 我姓陳的 我姓陳的 那我也有很多身份 那 之前有介紹我在玩具公司做 那其實剛才敏敏有玩的一些東西 都是我以前公司 或者我管理的一些品牌 就是有份幫忙的一些品牌 的玩具 那 那 那些就不特別多說 那之後就離開了之後 就去了一間由社工開的 廠油公司叫做廠油無限 那就認識了更加多的一些廠油的知識 那 那 和之前公司的廠油都很大分別的 因為 在廠油的世界呢 都有超過10萬款有記載的廠油的 那 也都很重要 我又 就是我兒子子原由很小 過兩三歲開始呢 已經開始和他玩Bot Game的了 是的 那 煮食都有 是的 那他都很開心在講 那 那 灼油其實真的 就是 大家會在家裡的時候呢 就很需要的 就是一些工具 其實 和小朋友玩 和小朋友溝通 好嗎 那我開頭的時候 都分享了一個link 在聊天室的 那 就等大家 就填一填 是的 等大家填一填 那你覺得灼油的一些好處 那 我待會到最後可以分享回 或者講著好處的時候 等大家 都等大家知道 各個人覺得的好處是怎樣 好 那 好了 那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分享我的鏡頭 看看會不會 填 按 只要分享畫面 咦 我是不可以分開畫面的 你叫我 不不不 我可能要你幫幫我 我找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你可以分享 不好意思 我是電腦白痴 來的 你先趕著 你先趕著 我先找一找 因為家長不見到的link 我試一下在這裡 正為聯合主持人 舊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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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其實這些機器 那這個其實就是 每次都是我贏的 是啊 兒子很開心就說 他由四歲幾開始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關於記憶遊戲的 大人沒有記憶 其實就是隨著他們的一些發展需要的時候 他會喜歡玩耳機的 OK啦 OK啦 Kendy OK啦 切了你是聯席主持人 應該可以分開 好吧 那我先說一下這個 他那個尤其很搞笑的 其實他有些雞 鬥快去走這個圈 他怎樣去走到一步呢 就是在中間這裡 揭那些的圖案 是合照前面的那個 那你走到之後 可以一路揭一路揭一路揭 但是很隨便的 所以他是一路考決記憶 中間揭那些位 就揭到走到幾多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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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到一隻雞呢 就會拔了一條雞毛 即是這個尾 雞尾 那就叫他贏了他 那如果贏了所有呢 那他就贏了 那子源四歲幾開始玩呢 就 他們那個年紀其實不是很識字 那對圖案呢 就比較敏感的 所以他玩遊戲就很厲害了 即是真的我們大人 有時候一點點不專心都輸給他的 那遊戲的種類也很多 那我回去分享畫面那個位置先 其實呢 遊戲其中一樣東西呢 我還是借我最近上一個叫做 非暴力溝通的課程 家長課 都是 是的 我們自然學校的家長 因為我兒子做自然學校的 好了 現在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 這句很簡單 其實 所有 他就說 所有事情 其實跟小朋友說 都是 我們要有連繫 之後才去解決事情 其實我們又和理心 即是大家同一陣子 或者知道一件事情 明白大家 才去講教育 這個都很深刻的 有很多反思 其實有時候我們 小朋友不聽 其實因為我們沒有聯繫 不要說接不到線 所以很多事情都解決不了 那 桌子遊戲其實都其中一樣東西 都連繫了我們的 有時候 因為有些桌子遊戲 玩桌子遊戲的時候 我們的身份應該是對等一些 相對是 在玩 中國人說什麼 落牆無庫子 類似那種情況 其實在桌子遊戲 就是各個人有各自的身份 會在遊戲裡進行自己的回合 或者都要檢查其他人的進程 當中很多很多的遊戲機制 很多很多不同的 但是今天很短的時間 就不會跟大家分享到 那 我也是可能在畫面上 展示一下 我有些桌子遊戲 好 那 我現在就是 在一間桌子遊戲公司做的 叫做桌子遊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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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其實都近年都推動很多 用桌子遊戲公司去做活動 那 其實成立了五年 一個很有心 為學服務 為社會服務的一個 桌子遊戲公司 那 那 這些是一些 我也是很快地用了一些 PowerPoint去數一數的 這樣 找了 指援他最喜歡的一些遊戲 那 去看一下 那 都有很多不同款 這些都是 有些是朋友送的 有些是 張寶仔 其實這些是香港設計 有影片講 長洲的東西 那 這些故事 他也很喜歡 遊戲機制是相對簡單 適合小朋友的 那 剛才 敏敏有說到 他不是很特別去看 學字 他又會懂得字 那我們又有一隻 是 是關於這個動物的 森林的法則 這樣 這一隻 那他其實裏面呢 有些卡呢 是講一些情境的 那我們其實玩遊戲的時候 是需要了解了一個情境 那 我試試找些卡 出來 那些卡呢 其實就 會有少少字 那 玩得多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 透過遊戲 都會認識到一些字 那 這個都是自自然而 都會認識的 我們就真的 他不是很特別去教他 然後 但是他又很有興趣去問我 他問我 他問我你哪有 登記完之後就有的 蛤? 我是啊 欸 不是問題啊 就是開了麥克風而已 是嗎? 好 那 還有一些遊戲 那 這隻 動物發現號 那 他 印奇都喜歡的一個遊戲 來的 那 他用真的動物相 這個是 我們都 一直找一些兒童書 那樣東西 都盡量給他一些真的實物 那 這些相 都很好的 那還有這些卡呢 後面就有很多 一些動物的資料 那 字他真的不認識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 最底那裡呢 其實有很多 這些數字的 那 其實其中 就是這些卡 卡遊戲的遊戲呢 就是 鬥個數字大小 那 那 大家在這裏出牌 就鬥個數字大小 都很刺激的一些遊戲 那 那 經常都說透過灼遊去學習 因為真的 他所學的東西 或者 這個動物發現號 你覺得很直覺 就是這些很知識性的東西 就是 有文字 說 說少少動物的東西 那 又透過一些數字 比較知道一些 看草 生長 一些動物的概念之類 那 這個就很直覺 大家都很意味 那 但是有時候 遊戲 我想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溝通 也都要 其實互相對戰 那 那 有時候呢 可能有些照片 我們都 放了在親戚網那裡 給了一些照片 大家看 他有時候會跟其他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會 會跟他溝通 去夾計 夾計 去 打算贏我們 這張照片 因為我沒有特別找到 那 小朋友之間 都會在 玩卓遊的時候 溝通 怎樣去對抗大人 聯合一下自己的一些力量 都很搞笑的 這些是自自然而 我們叫他出鼓劃 但是其實他就是 透過遊戲的時候 他就會 溝通到 想辦法 去 怎樣去 贏了 那 那 除了 剛才有說的 就是這個 比較 是 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家裡 有很多 Bord Game的 那 子緣有想分享給大家看 那 這個是 如果這些內容 你其實想回《親子王》 都可以看到的 應該是新年前的期 來的 那 那 另外 有一件事 都 小小小的技巧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其實玩Bord Game 都很看家長本身的興趣的 那 但是 自從我 就是 幫了Bord Game 就是卓樂的手之後 認識更加多的卓油 就發覺 其實 其實是 總有一些Bord Game 是會適合你的 因為真的 就是現時買超過幾千 幾千幾二千款的卓油 記住我有十萬款 是不同的機制 各樣東西 有用腦的 有不用腦的 有 純粹是 幸運成份高些的 或者只是溝通的 有些 有些怕是很工具的 很心靈的 很聊天的 其實各樣東西都有 那 也都會很適合小朋友的 適合小朋友的不同程度的需要 去玩 那 這個 就是 大家會放心 一定會找到 一些合適的Bord Game 很簡單的事情 都可以做到 那另外 就是 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 當你玩Bord Game 的時候 其實都有時 爸爸媽媽 都需要做多 少少的功夫 那 功夫就是 自己盡量 盡能力去了解了 遊戲是怎樣玩 然後 就嘗試解釋給小朋友 聽 是一種事 好了 當大家明白的時候 大家身份都對等了 應該去到一個位 就是 不是一個主持 去玩完的 那你 都要投入下去 享受遊戲的 那 當小朋友 可能 一兩年 或者四五歲的時候 真的 沒那麼容易明白 掌握 那些遊戲 那 其實就要多些熱身時間 玩多幾次 那 那 我 我和子緣 或者和媽媽 經常都會玩 就是現在就可以玩多些 他現在六歲了 那就玩多些 所謂八歲 plus的一些遊戲 那 他其實最主要玩 有幾款的 我給大家看到 看 很大盒 這隻 這隻叫做花磚 那 其實都 都少少銷魯的 但是你 你和他玩 就是 投其所好 令到他覺得容易玩 還有 令到他覺得可以掌握到 那他就開始再慢慢 會投入去跟你玩 那 怎樣去聯繫呢 其實最緊要都是 看 帶領 首先講解遊戲的人 那個 態度 心情 因為 玩遊戲 其實是好看過第一次的場合經歷的 因為 你玩那隻遊戲 如果你第一次玩 已經覺得很不開心 其實就會 都影響了一件事情 所以 都是先有connection 令到他 和你 connect到 然後才和遊戲 connect到 如果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就 很難 繼續去玩一些 複雜一點的遊戲 那 這個 就是 其中一些 小小的 提示 那 好 剛剛的連結 我現在要上去看一看大家填了些什麼 先 是 那 看看share 能否分享到先 好 你等我一等 分享多次的畫面 其實都是一些工具 對 好 大家 看到畫面 現在 大家都會覺得 board game 是建立溝通能力 有想像 有錄金訓練 好玩就是我打的 學習知識 學社交 學溝通 邏輯思維 可以混零 這個工具也挺好用 可以混零 大家可以開麥克風 講一下 大家講一下 覺得board game 有什麼好處 還有 我board game 那一刻 最後有少少 推介過課程 好了 警察 好 接著呢 我就再 看看再分享多個 好 其實上網 有些東西 就是board game 的好處 其實就是 到 剛才其實 最重要是 玩得開心 我為什麼覺得 就是你玩呢 其實就是 你看一下 天天 玩多少東西 透過玩 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 還有 她的情緒是 就是 好好的 就是 怎麼都不會翻屁的 我女兒 因為 很多負能量 那些東西 其實都會有的 有時候做大人 就會給小朋友 但是玩的時候 都真的 會 你要開心了 才做多多其他事情 那 學 有些 認知 那 活化大腦功能 促進 人際關係 那樣 那樣 但是 我就覺得 最重要是 大家 可以在board game 裡面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環境 是很重要的 那 好了 board game 那部分呢 如果大家 因為 卓樂 覺得疫情 是需要 做一點點 那 也有些board game 選了 是給家長 年幼一點的 幼稚園和初小的 因為 那些小朋友 都需要動 需要有些事情做 那 會有一個 家長常識的 Zoom班 那 疫情 隔壁499 是有兩隻game 還有 會有一個半小時 我們的總導師 就是 社工 就是我們的創辦人 文sir 那他會說 那些家長 怎樣可以 戴遊戲的時候 會比較好 那這個 如果大家 有興趣 我之後 放回 一個 whatsapp link 一個group 那大家可以 再私下 再找我 好了 接著就到 紫緣那部分 紫緣 你是不是準備 不過 你先說一下 對 這裡 好 媽媽先說 好了 媽媽先說 好 其實我還有些自然 因為其實我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 一些自然導師的 那我也跟小朋友做一些 少少去 蛤山 就是 游山換水的事情 那 打算分享一下 怎樣用雞蛋 學生肥料 那現在就交給Circle 再說一說 對 再說一說 對 她的部分 對 對 很多的問問 今天邀請我們 其實我們自己 都一樣的心情 就是真的會經歷過 有些 可能 我們 因為我是 離開了傳統學校 我們現在 就是工作上都收入 不算太穩定 就是疫情之下 可能有些 過程又會停了 所以都是 可以說是見無行步 那樣的 但是 剛剛 因為問問邀請 那我又找回一些照片 就是 又看回其實 都經過這麼多次疫情 那我之前怎麼面對呢 我們在家裡其實 都跟兒子 經常對著 又真的 就是自從 他離開了幼稚園開始 那我們都經常一起對著 到底我跟他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就不停地回顧 我們這一家人 到底是 發生了什麼事的 那原來 都真的會 令到自己覺得 其實我都 欣賞回自己 都不是真的沒有做事的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 客人來的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 很多我 因為我本身是幼稚園老師 然後有很多舊同事 應該是舊同學 我們一起讀教育學院畢業的 但是他們 有些真的做了媽媽之後 他們就不用上班了 這樣 就很有心機 經常想一些活動 又趕完一個會本 接著設計一些遊戲 延伸活動 給一些小朋友 送他們去玩 我經常見到Facebook 看到他們 這麼有心思的 我呢 就因為工作 已經做了這一堆事情 對著我兒子的時候 又沒有理由 尋覆的 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 怎樣 帥帥的 但是你又可以 跟小朋友相處到 但是 我也知道 我們香港人 都怕小朋友太悶 而好像沒有東西學 那樣的 但是我和文文都經歷了一段 很長的時間 知道小朋友在玩的過程 是會在學東西 所以有分享一些 我怎樣去預備一些材料 令到大人可以帥帥的 帶小朋友玩玩一下 又會學到東西 所以有些照片 又分享給大家 接著我們 我分享完之後 就 兒子和爸爸 又會再講一下 他們平時在家裡 其實除了我們玩歌遊戲 還有一些種植活動 會做的 那就不一定我們去到大自然 或者參加一些課程才可以做 那些可以把大自然的東西 搬回家裡去做的 那我就想說一下 我平時 即我們準備些什麼 在家裡呢 其實大部分時間 是不是要分享 分享方面 對,先分享方面 先 那大部分時間都是 兒子會在這裡玩 那我就 因為我們都讀過那些 遊戲治療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 全部東西炒成一碟 這樣 就不是每樣都很專業 但是只不過在溝通上 就和兒子就會 他玩的時候 多問他幾句 了解他多一點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我們放了玩具 在這裡 讓他自己玩 但是呢 就想分享回 我發覺 我也做了老師十幾年 有很多家庭裡面的玩具 很有趣的 會偏重了某一些類型 或者玩的時候 小朋友是沒有什麼 自己的想法可以加進去的 是很封閉的 也都有一些可能是 充滿了全部都是卡通人物 可能爸爸媽媽很喜歡麵包超人 所有玩具都麵包超人的 由嬰兒開始已經是 然後因為嬰兒的時候 他對得多 他就很喜歡麵包超人 一直都是這樣 那迪士尼的東西又尤其多 那我經常說 因為爸爸做了十幾年 玩具 但是我就很抗拒 也都我們知道 背後這些是一些 叫做市場的手法 所以我們自己都會很避免 這些卡通人物的東西 入侵我們小朋友的家 就是那個思維 太早給他的話 是會影響了他的創意的 因為我們限制了他 以為女人一定是公主 公主一定是穿漂亮裙 就是這些東西 會讓他遠離真實世界 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玩具 都是會給真實的 沒有卡通人物的東西 例如眼前 大家看到這一盤 就是很普通的 可能你去深水寶 或者真的淘寶 你都可以找到的一些 家庭的玩具 這些東西全部 他可以自己拿出來玩 他可以在學校 可以在一個家裡 他喜歡砌到什麼場景 他就可以玩的 剛才文文也有說LEGO 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我這些是 叫做Basic Box 就是全部都是那些正方形 什麼 成粒粒 一粒粒的 一塊板 這樣 他就可以 他小一點的時候 玩大舊的 到了五六歲 應該四歲左右 他的手指開始舊力了 終於可以砌到一些小的 這樣 你會發現 全部都是一些 最基本的形狀 讓他可以 我現在這個 有這個 組合到的 其實這些很幫助到 他發洩 即發洩的情緒 例如最近 在烏克蘭打仗 他的LEGO 和他家裡的小小玩具 又開始隨著戰爭 又開戰了 就是你會透過他玩的時候 你就不要 把手放進去 問他 你砌成這樣 那些戰機不是這樣的 你又加了嘴去說這些 反而就 這個 這個是賊仔監 令到他的思路打斷了 賊仔監 好 那不如讓我先說 麻煩你 好啊 好 所以 其實我反過來 就是會跳出來去觀察 觀察到 原來他在打仗 我就會問他 其實 你這個是在哪裡在打仗 你覺得他那些人怎樣 就是又問一下一些開放性的問題 其實就是跟他在聊天 和了解他那一刻在想什麼 而不是去評價他 或者去參與他的創作 參與得太多 反過來是比他主導多一些的 這樣 這個剛才敏敏又有 但是這個就是另一個版本來的 那他呢 其實是有一些示範的 但是呢 子源從來沒有跟過一些示範去齊的 他全部都是自己發揮創意地去 去建可能一間屋 或者他試過在房門口 建了一棟牆這樣 阻礙我們出房門這樣 是的 那這個也是很 也是運用小手肌肉 也都很花時間的 那我就 都把這些東西 就是整齊一點 希望他可以自己學會去收 是的 那動物你會見到 是一些象徵度比較高 就是河馬應該有牙齒 那些鯊魚也有牙齒 那些 那這些動物呢 會很經常在他可能 情緒有些波動的時候 那些動物就會開始發生戰爭了 那我又會多在旁邊 看看那些動物今天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他們很開心地玩 有時候那些動物是會打架 那這些都真的不是一些 我覺得比起那些所謂品牌玩具 是便宜的 但是其實它是值得給小朋友去玩的 我們就不要集中在他認不認識 那隻動物是什麼動物 因為他遲早會認識的 他透過看書 或者他有興趣的時候問你 他就會認識 我們就不要經常拿起那個玩具去 純粹命名他 問他是什麼顏色 學一下英文 我們是 就是反過來讓他自己去玩 去抒發情緒 這樣 那 那 這些就用盒子裝著他 這個 有興趣可以拍下 或者拍下 就是我那個 海洋動物 它都有其他 那些叫什麼 農場 或者陸地上的生物 那 也會有一些樂器的 那你見到那些樂器全部無需技巧 都不用學的 總之你伸個嘴過去 吹一下 敲一下 這個都是給他抒發情緒 或者真的唱歌的時候 我們又不要在意他 是不是真的很準確地彈到那些音 而是他運用著自己想表達的節奏 去表達去呈現一些東西 那 那所有東西都是很開放的 這個就是那個 曾經好像很流行的 現在都應該還流行的 一個磁石的玩具 它會有這些磁石的 但是這些應該三歲以下 有磁石的玩具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顆磁石 如果掉了出來 對小朋友吃了會很危險的 那我要小心一點 那火車也是 我好辛苦地找了一些 沒有交通人物的木 就是火車 這個都由三歲玩到現在的 它已經 不是 會衰期 兩歲 衰期兩歲玩到現在 是 那就很耐心玩的 還有沒有電芯 沒有電子的 你看到我所有東西都 我們家裡也沒有電視的 因為我都盡量想 就是我經常說 比如火車 那些火車 那些火車 或者那些動物 如果入了電芯 它自己懂得發聲 那小朋友 這個好吃的 那小朋友就想 現在我們靜音了 不是 我們是不是靜音了 你開 現在解除 那小朋友就不需要發聲 所以我全部都是 他用著自己的手去運作 他用自己的手 因為他在動的時候 其實他的腦子都在運用著 所以我盡量就不會用電的 當然他現在越來越大 過六歲了 都會開始有些遙控車 這一類的玩具是需要電的 但是由他小時候開始 我是全部都沒有電芯的玩具來的 是的 那恐龍呢 恐龍 擔多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當他的情緒 就是需要宣洩的時候 也是 他是很需要用恐龍來打仗的 是的 那接著有些車 全部都不是卡通人物的 他很喜歡消防 所以他儲了很多消防車 那煮飯仔有一些很普通的工具 都沒有說 一定要買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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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可以可以可以 他現在開始有零用錢 那書 書那裡我和文文有少少不同 小時候都有看的 不過我都是講故事 就不會說那些叫什麼 朗讀 朗讀我會用另一些真的朗讀的書 就不會拿一些故事書來朗讀的 故事書就享受和他閱讀的樂趣 那地球儀這個最近很好用 因為朋友移民 那我們又會找一下到底那個人移去哪裡 英國在哪裡 在地球上找到底離香港多遠 這個就可以順便認識地理 烏克蘭在哪裡 俄羅斯在哪裡 又可以用地球儀來看 那這個地球儀我在那些野蘭地賣的 好像150元而已 那比起在書局賣就便宜很多 那 剛才有說泥膠 但是那些都可以嘗試用陶泥 那這些都是他的車仔玩具 還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徒工櫃給他 那那個是一個很窄的櫃 但是呢 裡面就放了又是他喜歡怎麼玩都可以 例如這些 彩色的膠紙 皺紙 有 然後 有試過做縫印的 那這些都是12元店你會找到 甚至乎是那些街市的店鋪也會有 是啊 我們的玩具全部都是那些什麼深水店 玩具家 壓木家 那些 是啊 我們都家庭環境不是特別富裕的 所以呢 所以除了爸爸拿一些玩具幫來 我們都是買一些比較 比較 我覺得 抵玩 而且價格不算高的 這個縫印 一會兒再給你們看一下 它實際是怎麼運作 這些只不過是藥房的棉花 這樣 那有些擁抱 這樣 這樣 這個瘦花線 還有需要一些粗一點的針 這樣 這些就是顏色筆 基本上你會看到 它放在那裡之後 它是自己隨意拿到 不用動 又問媽媽拿 就是它自己拿到就不用煩你了 這樣 但是你就教它怎樣 可以 就是 擺回去對的位 那有些菜式的 這些全部文具店都找到的 以前有教協就很開心 便宜一點可以買到 現在就 要去文具店貴一點點 但是也可以買到這些東西 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教協的 是的 它就會經常用這些 自己在那裡綁來綁去 痴痴貼鐵 就會弄去想弄的 不是 有一次我把床 好像是蜘蛛網一樣 我排列排去蜘蛛網 是的 它用一條繩子 自己在床上 勾來勾去綁去 其實 因為在訓練腦 創作力 和手指的小肌肉 它又要想一下怎麼綁 那些結 這樣 選不到就剪掉了 它就算了 是的 過程我沒有參與 這些是它自己弄完 然後告訴我 這個我也想介紹一下 就叫皺紋膠紙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它們弄一些東西 我會給很多這些物料 但是它黏完 很多時候 如果你用一些黏得很實的 例如 膠水 真的那些透明膠紙 就撕不回 但是如果你用這些皺紋膠紙 其實它又可以很輕易 三歲左右 已經可以用手撕 即使它用膠紙也用得不好 用膠紙還沒用到 它可以自己很輕易用手去撕皺紙膠紙 但是還有一些東西黏完 是可以撕回的 例如它有試過 是的 有時候說想 譬如我寫一張紙 貼個牌在床上 這個就可以不留痕跡 貼完去玩完了 那個位置 已經不再是警察局了 可能它貼一張紙 寫著警察局 然後拿一個皺紙貼上去 它玩完這個假想遊戲了 完成了 它就可以撕走 這個其實某程度上就是 你提供那個物料 而令到它可以自由地玩 玩完你又不用怎樣撿手尾這樣 是的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 你看到會有很多筆 它就可以自由拿 剛才我說 我就會把東西擺好 即設計 雖然很多東西都好像一堆東西 好像貨倉一樣 但是你會見到它每一次 它想拿什麼呢 你就會見到 我因為是透明盒的 所以它可以自己搞定 不用說 媽媽我什麼東西去了哪裡 它就自己在那裡拿 然後拿出來就可以玩 這些盒子全部都是現在家具 你去現在家具找到 是的 那個櫃也是這樣 我們一起去買回來 一起砌個櫃 然後一起去擺 整個屋都是現在家具 很多東西都是 是的 是的 那附近的家品店都有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量度對的位置 看看大概有多少東西要分類 這樣去擺 就可以隨著自己的需要去拿 去抒發一些情緒 或者做它的創作 然後這個就是它一個六歲的生日禮物 因為它經常去拿包包工具箱的工具 那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它又需要用工具了 自己 那去生日的時候 我們就說不如我們一起去鴨寮街買工具箱 那 那就去了 那就買了一些 就是基本 螺絲批 鋁仔 現在都有 是的 然後一些釘 那它就可以自己用來做東西 那一會兒都分享一下它做什麼的 那 是的 這裡有一個 這個架 這些架是朋友給的 那它用來擺車仔 那它上次也是用過電梯 自己呢 上螺絲去把那些架陷起來 那這些就是 它可以消磨到時間 去學一些生活技能 也都可以不用煩著你一會兒 那 而它又真的專注地學習去做事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工具箱 就是這一塊 這塊木板呢 其實它是 應該是四至五塊的木 那它把它凸起來 是的 是六支出 這裡有六塊 那些板呢 就是十二元店買回來的 那爸爸呢 就覺得我很傻仔的 在十二元店買木板 因為它就說 其實你去木行的話呢 這些可能幾塊一塊 那我就買貴了 那但是對於女人來說呢 我又不想去一些木行 那樣 那所以十二元店都很好的 那就是兒子要求我 就是買一些木給他的時候 我就買咯 就是它們最重要有興趣 你不要想著買一堆東西 然後想怎樣去市去玩 其實就不行的 有五塊 有五塊 那它就用一些釘 就真的自己把它凸起來 接著我就說 但是釘全部凸出來 就是一支支這樣 是會很容易刺到手的 所以我就再凸起來 對 它就自己的釘 就是有時候就是這些溝通對話 讓它可以自由 但是它又可以確保它安全的 那它其實打完用來做什麼呢 你說給它聽 你就這樣說 用一輛車底 這裡我看到很多車 大車 那你可以放一輛車在上面 然後放一輛車下來 很開心的 它就用自己的方法 做了一個飛車的板 那它就覺得 好刺激很開心 那我也是沒有參與 那你說它為什麼會呢 你可以想回你自己小時候 父母都不會教你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我們就 就是自己都會想的 所以就是 我想不太多的干預 對於它們來說 就是一個 就是可以創作 學習 這樣 是的 那 那 是的 我都經常會跟子緣做紀錄的 就是它很多時候 就是它玩完一些東西 一些想法 我就會跟它說 不如你試試畫下它 這樣 那這個就其中 這個就是不是老師叫它們畫的 就是想給孤克蘭一些祝福 這樣 但是 但是 是天使來的 是的 之前我都有跟它們 就是我都會經常叫它們記錄一些東西 這樣 那 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再小過孩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小孩子呢 是真的需要自己說話 那我就開始把東西 就是擺出來給它自己玩 那這個就是它 拿一些紙巾在那裡撕 那它撕得很開心 它們就需要這些自由 那但是 我們就提供一些物料讓它 是知道哪些可以玩得 哪些不能玩得的 那它也有說 這個就是最近期 我們經常做東西吃 其實基本上它 因為我們沒有工人 那不會經常很空 不斷陪它一起去玩 去做它的東西 那煮飯的時候 我就自從它 跟天天差不多 兩歲半左右 我就拿來它進廚房 因為那時候是 它不停叫我 我又要煮飯 爸爸又沒有下班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 欸 這麼晚 不如一起進來做 這樣 而它 之前 我們一起回Rainbow Tree 就是 就是 都會學這些生活技能的 有一點點 蒙特梭利的技巧 像人 但是 其實 很冷眼的 是 主員就說 因為 爸爸老師 是啊 其中一個是 爸爸老師 那我們 因為是大班 那我們 就是 許老師 現在我也是其中一個老師 那 小時候 會用 原型老師 是啊 小時候 我就會用 給它 水果刀 不要切太激烈的東西 一開始 就切一些蘋果 蘿蔔 那些 那 他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就會跟你說 這把刀 不行 我切不到 切蘿蔔 那些 那把水果刀 太 太 太 不夠力了 是啊 那他就要我 我 那我 就開始給他 那 洋蔥 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大挑戰 有時候 都會給我切 他覺得 熱眼 那他自己想過方法 有一次就拿了這個罩 當然 不是真的 防疫的時候 用的 這個是乾淨的 還有 順帶一提 切洋蔥的時候 最好就是 拿回 大 泳鏡 大 泳鏡 大泳鏡 如果不是 對眼睛會很痛 是啊 所以他們 都是 所以他都是 拿個罩 打算 但是他都還沒有過 這一關 那 有一次他就說 他想轉開一塊石 看看 就是一塊 去大自然裡面 其實都不應該撿 不過 有時候我覺得 研究作用的話 都可以拿一點 回來 看看 太多就不好了 那 我們就給我 碰批 他自己轉一塊石 那 之後 其實這些過程 我又會問他一些問題 就是問他 我最常問的就是 你發現了什麼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 跟那個 有沒有分別 一不一樣 有什麼不同 全部都是這些問題 就不是說 這個叫什麼 名字 英文 我不會問這些 我全部都是開放性 想聽他 多一些去表達 那這些就是 你一層一層 慢慢 都是一些幼兒教育的技巧 但是其實呢 只要你是一個媽媽 你很想了解多些 你的小朋友 你懷著這個心情 想想你老公怎麼關心你 你就怎麼關心小朋友 其實就OK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每樣東西都問多一點 但是你是想真心知道 他在想什麼 這樣 那 是的 批皮 他有批蘿蔔 但是這個 就要小心一點 教他 就是 前面那個 跑那個 舌頭的位置 在哪裡 叫他不要刨到自己的手指 慢慢讓他試 他都可以的 初初可能蘿蔔那些 很大塊 那你就會看到 切的時候 可能大人就會幫他 首先 切小塊一點 就是切開一條條 然後讓他再切一粒粒 這樣就可以的 這個就是 剛才敏敏也有說 說回憶那樣東西 我們都經常做去回憶他一些 生活經驗的 例如他曾經試過去完鹽田子 其實都是普通 就是四位行山 就問他發現了什麼 有什麼你想畫下 那我們做了一本書 就是 可以了拿出來 就是 他自己畫什麼都可以的 我們沒有規定 然後他畫完 就問他 是說什麼的這一頁 就幫他寫出來 他就做了一本書 他這本應該四歲 他都保持到現在 他是很喜歡的 這樣 最近 這個又是他一個 抒發情緒 雖然我們 這個就是 他突然間拿了一條 突然去哪裡 是的 拿了一條帶出來 有沒有放帶 他就拿了一條橙色帶 然後就圍著房門在那裡黏 這個都牽涉到他去探索一些物料 例如 那個膠紙 其實 他很難黏得緊的 他就用了很多方法 不停貼 這樣才可以貼到 然後 都不要緊 他就其實 一直黏 黏完之後 就叫我幫他寫一張紙 就說 什麼 遺風強檢 是不是 是的 這裡其實寫著 遺風強檢 請勿進入 那你就會 知道 原來這個小朋友 他認識了這個時事 那你可以關心一下他 近來疫情 你又覺得怎麼樣 是的 很多地方要遺風強檢 那 雖然我們這裡還沒有 你會覺得怎麼樣 就是 你就會知道 他需要在這方面 談多一點 我就是透過 讓他這樣自由去玩 去了解他 那 所以都好 要家長自己 將 就是把那些限制放得低一點 不要經常覺得 他們搞亂當 會弄髒了些東西 其實 他這個遺風強檢完 一陣子之後 到可能第二天 我就叫他拆回去收回 已經強檢完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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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他那個 就是描述回去行山那一天 發生的事的一本書 剛才鹽田子那本 這個最近我們做好 螺黃絲燉菜 那又是他自己 切完一塊塊的蔬菜 那我就會選一些 就是他真的切到 比較容易一些 切完之後就排下去 那其實都真的做了很久 這個 都未必會再做 真的很累 是的 但是就 現在這些情況之下 消火時間就好 是的 那他會有自己的電筒去觀察一些東西 是 種花 這裡就跟爸爸 就多一些 經常會種花的 有很多種子的 這些幾元包 就可以做到 就是不一定 像我們這樣 雜貨店買的 是的 有一個露台的 可以是一些 花盆仔 不是 雜貨店買的 是的 雜貨店買的 那些花盆仔 一些蛋殼 一會他們會再講一下 是的 然後投回來 然後一會他會教你 怎樣做個瓶 那個瓶就可以 擠一些水出來洗 是的 自由賣之下 他又會拿這些 叫什麼 什麼 兩三架 拿一些不同的材料 這個就其實是我們用來搬東西的 那個 玩車 那他就自己有一格拿來搬東西的 有小一點的 就 都是用一塊小板 然後自己轉 爸爸轉一些輪子下去 然後他就拿來玩滑雪 是的 那 是的 那家務 家務全部都是他可以消磨時間 而且當你沒有空的時候 叫他來幫忙 雖然會慢一點的做得 就是反過來我們會做得慢了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是學習 還有 一起做 其實你現在 到我現在看回他長大 一來他會肯幫忙 他已經認識了 就說 喂 我想去大便 你幫我去炒個菜 這樣也可以 因為他已經學會了 所以 還有你看回就會是一個 很好的親自相處的時間 前一次我招了自己 他在西國的時候 做公仔麵 自己吃 對 他會自己煮東西吃 就很好 對 這個就 你可以看回我們那個日子 很搞笑的 這個例子 對 那我就 因為沒什麼時間 不再詳細說 對 開盆水在這裡玩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以前家裡沒有浴缸的 但是都放一些盆在這裡 就是他可能有時候會拿 因為疫情 對 冷的下去玩 沒有得渴游水 還有他就停 就是渴游水幫助他的那個 氣管 敏感的 那我就 就是他就很想 掛著油水 就叫他穿泳衣 拿回一個裝備出來 他就在這裡 叫做擺個頭 很開心可以回憶回那陣時的經歷 那 再小一點 就是 渴渴泳 在這裡玩波波 這樣都可以 對 玩顏色 除了玩麵粉 我們有試過買一些 就是無毒的顏色 這個是去歲紀的時候 那玩完其實用濕紙巾 抹回地下 正常 除非你是那些很高級的 有木地板 就要小心一點 拿下紙巾 放到籃子上 這個就是 對 拿紙貼到很大張 然後 他們就在這裡玩 那 印手印腳 這個又很搞笑的 又是 看完一些故事 那他那本故事 看完 Shaw 吹氣的不倒翁 但是這個都陣亡了 因為被他這樣打都漏了氣 但是他那一刻就發洩 就是可以用來發洩的 而且不停地推他都不想的 是的 是的 好 給他們看看吧 子源很緊張 想你們知道 這個照片我變成一隻噴火龍鳥 是的 其實這個好像四歲的時候 他現在到六歲都還記得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做記錄 我們試過種洋蔥的 就叫他隔幾天 洋蔥有些變化我就記一下 但是我沒有要求他畫成怎樣 我只是畫了幾條線給他 我說你看到什麼你就畫 那就教他去看看 這裡有什麼 上面有什麼 你先看清楚 好了 看了他就去畫這樣 其實他就會學習觀察和畫真東西 這個就是 曾經跟表姐一起玩 他自己玩的時候 都會組裝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那個針子的作品 你看到 他也是五歲 那他 因為我保庫的時候 他看到他說想嘗試用 所以才有這個逢人的開始 最重要是他有興趣 如果不然買什麼都是浪費心機的 我經常都說 那 拆電器他也有 那些不要的電器就拆開 不要再吃了 不行 這個就逢人 做家務 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 又幫到我們忙 又可以玩的 其實他也很好玩 又可以學到生活的人 最重要是我們這些男士一定要學這些東西 以後要幫他老婆 所以我經常都教他做家務的 女士都要學 我們不需要拍男士的 我們自己都可以去生活的 那不好意思的 就長了一點 交給你去教他們那個 好啊 謝謝 拜拜 媽媽 你弄個網路都練完了 你走啦 是啊 你走啦 好 現在就試試那個種植的 你告訴他們這個是什麼 好 你先看看 這個就叫做 大星期 這個就叫做 神奇 神奇洗手機 對呀 它呢 可以淋回 對呀 即是淋水 其實好像在街邊 以前的街邊賣腸粉 對呀 控制了些水量 之後呢 你一擠它 你倒進它 一擠它 就可以淋上水 看到水這樣淋出來 好 這樣怎麼做呢 其實呢 就怎麼做的呢 其實呢 你找個家裡找個鎚子 之後呢 找個釘 是啊 我們找個 最好有箭 沒有的話你就下去 留下胸部 不要突破自己的地 之後 用這個鉗 就是我們怎麼做的呢 就是打開鉗 然後 然後 夾進去 那 如果小孩 就是小孩 小孩 或者他未必 有高作這些工具的能力 就可以家長幫他夾 還有拿著這支釘 然後 就讓小孩嘗試一下 就讓小孩嘗試一下 其實就是打到一盒釘呢 穿了那個蓋呢 其實就OK的了 就是他打幾個洞 當然大人就看似簡單啦 但是 看到小孩在用雙手啦 兩隻手要用力啦 這個就是手按這條啦 你要小孩 要搭得中口釘啦 那其實他都要經過很多 就是很多東西 練習呢 對 很多試用雙手 其實很有用力 那才能做到 這裡有一條拉 是啊 但是他 就是 我們就 四五歲開始就 就讓他去試用一些 真的 真的工具 就是他會感受到重量 他會知道夠不夠力啊 是啊 但是好像很簡單 但是就 但是很幫到 是不是有家準 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很幫到他 是啊 都很幫到他的 還有有自信心 因為他覺得自己 就是成功做到一些事情 是啊 那如果你們有去研究一下 你可以 你會發現呢 剛才問問說 可以畫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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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那些什麼大腦連繫對手那些 其實我們 教育範疇裡面 都會講感覺統合的 所以全部一些動手的技能 都會刺激大腦發展的 真的好過你去 經常看著電視 或者看著一些 螢光幕 是啊 還有 就是你說 經常看書去 或者坐定地學計數 這些其實 就幫不了手的 反而是 動多一點 去碰多一點 不同質感的東西 動手去做 現在出街就不要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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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這些盆 其實有 你在家裡都可以放到的 這些盆仔 簡單 都是12元店有的東西 那 我們種了一些 魚衣金藍 那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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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就 不放肥 那我們有時候 會在家裡用一些 成員物資 那 用匙巾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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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這個是雞蛋殼 就吃完 洗乾淨了 吹乾 那 融入所有裡面 有些就會用一個棕的 就是 人家用來磨粉 那些棕 但是我們家裡 就不一定要 拆掉那麼多東西 就拆碎它 然後用匙巾去壓 那 那其實由兩三歲開始 小朋友會做到的 一歲都可以撕到蛋殼 那 而這些東西是可以 就是 種植到 有用處 對 那 那 就 一路做的時候 這些就是他們的生活 那你會發覺 每一樣東西都會 自己有花點心機 他 就不一定說 經常要出家玩 或者買很多玩具 那 其實他玩來玩去都是那幾樣 但是 我們 就是有沒有陪他 聽他的心聲 還有 是不是一起建設 就是這個家 我覺得都很重要 是的 或者他會感覺到 他幫我們家裡手的 是一份之的 時間 時間的關係 我們打算 就弄成這樣 是的 有點碎了 好 我們時間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 Kennie Circle 和子媛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 想問Kennie 和Circle 或者我 或者 有些東西想分享 如果沒有 我們就這裡結束 有 有 好 你說吧 我想問問 那個桌遊 那裡 剛才你提出的那個 是否就這樣登記 就可以參加 對 我忘記了 發財訊號 你等我一等 我在那個 其實我女兒 她五歲 如果我在網購 例如上網 上網 網上網購 其實是 我都不知道 哪一款是適合她 又不是很清楚 那我電話其實有沒有 就是網購那裡 有沒有一個介紹 還有是否可以直接 就這樣 在網購那裡 就可以 其實都要了解你想要哪種類的 的 我剛剛在聊天室上 發了一個 就是這個 WhatsApp Group 來的 那你試一下 因為我新開的 就是 試一下你 在群組裡 我們再 再聊 那 因為 可以了解了 你的需要 然後 我們的同事 或者我 可以 介紹到一些 你想的出入 因為有時候 都要了解 爸爸媽媽 能不能處理 一些複雜的遊戲 還有什麼 還有有沒有時間陪她玩 都重要 因為有些遊戲 其實就可以 他們自己一個人玩 有些兩個人 有些要多些人玩 也有不同的 還有一些卡遊戲 有些要多些操作 各樣東西都不同 網頁都有介紹 還有點看的 不過你想找人查詢 就可以入Google 大家可以自己看的 Google也可以 Google 我們要有些記憶 才能查到 我最初都是難的 最初都去到Bot Game店 都是不好識 都是要問 最近我打爆了一塊石 所以 用手打 打爆了一塊石 打 打爆了一塊石 多謝你 一打就搞定 知道 他經常都可以 就是 用一些鎚子 鑫子 做破了一些石 就是 他經常都可以 就是一些剪物 就是拿去 拿去 砍去一些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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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會讓他用 真的鎚子 但是他要有一個地方 他去做的 就是他不是周圍都可以用的 那我們就 現在 村屋就有露台 或者他會佔著 佔著東西 他才會打 我會每次都問他 為什麼想的 因為 我要知道他的原因 例如 為什麼你要打開一塊石 我要知道 他不是想破壞的 我也不會跟他說 你是不是破壞 我就會問他 為什麼你想打開一塊石 他想看看裡面是什麼 那 我知道了這個東西 那就是說 你能打到 你看到裡面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 停止 現在發現了 這樣 就會知道哪些位是會停 或者 他的探索是去到哪裡 然後 然後他又跟我說 我想試一下他 能否打到變成沙 最後他真的打了一瓶沙出來 上次是吧 那他就會發現 原來石很小很小 就變成沙 我拿了 你來看看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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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問多些 知道多些 就是用一些開放性的問題 為什麼 你會 你會想做這件事 做了 你有什麼 那些 你去那邊 下次再看 好 是啊 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石怎麼 好啊 拜拜 聽不到 對不起 但是那個石是真的在街上撿回來 還是買回來的那個石 是在街上撿回來的 有些是在街上撿回來的 有時候我們去行山的時候 他們有些石仔拿了 那當然 如果去金魚街都可以買的 是的 那些就可以 其實他也可能是撿回來的 是啊 那就叫做 是 合法一點 但是我都會叫他 不可以拿太多 我拿一塊回來看看 就好了 這樣 這樣 OK 好 我也想問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有 家長都想幫小朋友參加一些網上的卓遊班 那 Kenny她們都有一些網上的卓遊班 那我也很好奇 網上的卓遊班的效果 就是都想讓小朋友參加一下 我就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 初小高小的網上的卓遊班 可以參加呢 如果是我都會幫阿天仔報名的 那個都會有的 但是 還在做一些細節上 我們現在呢 我們發覺是 我們想幫個家長先 所以我們就會是 嘗試一下 將一些很簡單的卓遊技巧 就先開個家長班 因為我看到坊間都 大家都 本身暑假都有一些卓遊班的 但是 始終我們 我們覺得 面對面 家長和小朋友玩是最好的 我們都會有 Zoom的和小朋友玩的卓遊班 那那個 細節就會稍後公佈的 是的 好啊 那如果大家都可能 會有興趣 讓小朋友參加網上卓遊的小組 就記得追蹤他們的 Facebook page 就是卓 卓樂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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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記得搜尋他們的 可以加入聊天室 Kenny 傳出來的WhatsApp群組 那 還有沒有 朋友想分享些什麼 或者有什麼想問的 如果沒有 我們就下次 我都會接下來 不知道放暑假放多久 不知道會不會到四月 又說提早放什麼假 就是你永遠今天 都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每天看新聞都是 心臟要很強壯的 那 那 未來兩個月都沒有學會 那 那 都會不定期 我都想想搞一下 這個圍爐的Zoom 讓大家都可以 有個地方取暖 然後互相支持一下 那 今天就到這裡了 超了一點時間 下次再見 拜拜 那 今天會錄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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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